各位完成了這個就是紙模型版本的鬼退神 SKAYE真的很大一台 60指公分啊真的是非常誇張的一個大小 但是真正的玩具沒有那麼大啦應該到這裡而已吧 那其實這個模型還是需要膠血去固定啊 那我故意不上膠血的原因是因為我還是會把它拆開藍後 不然空階太小了沒辦法擺那麼大的模型 真的很感動耶 這樣對椅子很久沒有五台姿勢人合體了喔 那鬼退神是由五個姿勁太藍合體而成 組合身體的叫做洞姿勁太藍 手的部分是圓姿勁太藍 那這個翅膀的部分叫做姿 姿勁太藍齁 不要念太快喔就會變成姿姿勁太藍 這樣子就不太好聽了喔 那這個叫做鬼姿勁太藍 還有犬姿勁太藍 這個名字真的有點落口喔 那這個模型真的是非常的巨大齁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稍微轉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是這個視覺是沒有馬虎的 好像蠻精緻的齁 但是因為是紙模型所以就軟趴趴的啦 它就很容易就往後倒了 雖然是紙模型 但是它還是有所謂的關節可動度喔 像這個頭就可以旋轉 卡住了 然後手臂也可以往前前轉 高位先前轉齁 腰也可以旋轉齁 算是還蠻厲害的一個玩具 那這兩把劍應該是要黏起來的 但是我就懶得黏了齁 你就可以把劍安裝在手上 但是你就會發現它開始不穩了 因為這個就是紙模型所帶來的一個缺點喔 你看它開始不穩了 喔它快要倒了 哇 各位覺得如何呢 那我扶它一下 那它比較穩一點齁 那這把劍也是又大又帥的齁 那把劍放到背後就好像背著兩個旗子一樣 但是因為重量太重了就會非常的不穩 很危險齁 那鬼推成的外型應該就是參考日本武士 但是我覺得它的臉應該有參考歌舞制啦 各位有玩過世魂嗎 有玩過切面狂世魂嗎 就是大約是那種感覺齁 就是一個日本文很濃的知識人 那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帥氣啦 就等它的DX版發售囉 那在DX版發售之前 我們就可以先玩一下這個紙模型 來過過肝炎齁 那今天這個紙模型的鬼推成 就直銷到這邊齁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齁